澳洲作为全村人的希望 这次是否还能逃过一劫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每日财经话题 我是Mike 从事墨尔本金融行业超过15年 是墨尔本最受欢迎的金融分析师之一 好了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目前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关于美国是否会再次面临金融危机的事情 那么在之前的话题中 我跟大家聊到每一次危机爆发 通常是由于一个突发性的事 也就是当大家都没有准备的时候 这个时候危机很容易爆发 但是这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我们知道虽然这个疫情 从2020年就开始肆意全世界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 全世界各个国家以及央行 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避免经济发生衰退 通常来说的话 就是你盯着它 让它突然发生一个危机 这事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可能性很低 但是目前不论是美国当地 还是像澳洲 像中国讨论 都在担心美国明年开始 经济会进入一个衰退期 大家注意 我这里说的衰退和危机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怎么来形容 危机就好像炸弹一样 突然爆炸 导致大家惊慌失措 市场上在短时间之内恐慌性的下跌 那么衰退就像是五六月份的绵绵细雨 或者说是没雨季 太阳总不出来 下一会儿雨停下 下一会儿雨停下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这种让人非常厌恶的 那又不是狂风暴雨般的这种连绵细雨 这个通常叫做经济的衰退 那我们都知道在2008年 也就是上一次经济危机中 澳洲成功的借助了中国的四万亿计划 躲过一劫 几乎可以说是全身而退 当时西方各国 包括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日本也好 都经历的股市 超过40%甚至于60%的下跌 当地的失业率和各种经济数据 也是非常的差 但是由于澳洲主要的经济来源 或者说政府收入之一 也就是铁矿石当时的出口非常强劲 而且由于中国在短期之内投入4万亿 使得国际铁矿石价格是一路飞涨 成功的帮助澳洲 摆脱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那如今这14年之后 现在问题来了 美国目前经历着几十年来最高的通胀数据 因此美联储为了自保 或者说压低美国自身国内的物价水平 使出了前所未有的加息政策 一次性加0.75% 而且将会连续三次甚至于四次加息 以如此高的频率加息 虽然能够在中长期压低物价 但是从短期来说 它对于消费欲望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换句话说就是大家看到 天呐 这个房贷每个月要增长0.5%或者0.75% 以这个频率下去的话 也就是说 大部分有房贷的家庭 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将会以几百美元或几百澳元的速度在递减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大家就不敢花钱了 本来吃一顿饭500块钱 我们说的大餐 现在吃一顿饭呢 直接就变成了50块的麦当劳 这个幅度对于消费的减弱是非常强 那对于澳洲来说的话 虽然不可能像美国这样每次加0.75% 但毫无疑问 它将会以至少三分之二的频率跟随着美国 也就是说 美国如果加息是加0.75% 澳洲很有可能将会加至少0.5% 美国加四次 澳洲至少要加三次 以此来类推 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加到3% 澳洲至少就是2%到2.5% 如果美国真的是加到了5 那么一天 澳洲也至少是要到3%到3.5% 所以大家可以乘以0.66%左右 来计算澳洲未来潜在的加息的幅度 那么说完了目前不好的情况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潜在的澳洲能够脱离的办法 在我看来脱离的办法只有两条 第一靠外边 也就是呢 还是回到那句话 既然我们澳洲是一个矿老板 自然就是看天吃饭 也就是靠铁矿石的国际价格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果亚洲 特别是中国那边的需求再次提高 不管它用什么刺激政策 如果大幅提高国际铁矿石的价格 以及需求量 那么或许还能帮助澳洲再拉一次 从至此危机中脱身 除此之外 如果铁矿石价格 也不是特别理想 现在呢 又有疫情 跟08年出现的问题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08年除了铁矿石之外 澳洲还能依靠旅游和教育产业 两大产业来帮助经济脱困 但是这次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知道旅游业几乎是报废了 特别是国际游客 那么本地的教育产业的话呢 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从亚洲来的这个留学生的数量 也是减少超过40%以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澳洲还有一个最后的法宝 是什么呢 插播广告 开个玩笑 最后的法宝 就是澳洲自身本身的移民国家的特质 换句话说就是 大幅增加未来一到三年之内的移民数量 我们知道呢 本来啊 人一多自然就要吃喝拉撒住行买房 对不对 还要买车啊 每天吃喝啊等等 他的消费力自然就能上 换句话说 如果现在的2400万人的消费水平有所下降 那么他一旦敞开移民政策 每年招他100万200万移民进来 这些新来的移民 自然而然他每年至少要花几万块钱 来维持基本生活 如此一来 总的消费力还能往上推一个台阶 当然了 这一招对于本地社区 比如说交通啊 像就学啊 还有像医疗啊 这些资源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因此不得不说这是一把双刃剑 但是如果前面一切的方法都用完了 对于澳洲来说 增加移民配额 这个是他最后的杀手锏 也是少数国家目前还有最后一招保命的招数 目前对于明年即便是美国进入了衰退 那么对于澳洲来说 虽然也会被带偏 但是他的严重程度 不会像美国这么严重 就像我说的 至少他自己还有那一招 保命的大招没发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赞 转发 收藏 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内容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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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